咱穿雨 谢谢小赵 爸爸我 我希望你替我照顾好爸爸 可以吗 我真的不能跟你们回去 请你们谅解 好不好 农村的父亲 跟自己的女儿表达爱意思说 多半都是拧着耳朵 轻轻地拍脸或者打屁股 我不认为那是打 你要想想二十年的感情 无法抑制 上来之后有这样的冲动 完全可以意见 你不恨爸爸吧 我不恨 爸爸到我应该 那以后如果不能回家 你就时常回家看看吗 可以 要是他们经常会去看我 就不会躲到现在了 我不相信他这个白话 弟弟相信吗 我也不大相信 毕竟你看到了他们家 他还跑得躲着 要能回去的话 他也不是不知道我们老家 你看我爷爷奶奶 八十多岁了 他早就回去了 他们都不相信你会回去 他们实在是太渴望你回去了 二十年了 我问一下老父亲 还有弟弟 你们从云南哪里 云南昭通 云南昭通到河北 芝加庄进兴县 这些是坐火车来的 对 坐火车 要坐多少天 两天两夜 对着慢车 有的是拖延时间 还得多一点 可以说是千里条 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